-狂門公路口!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Vlog 我是許惟勝! 回車路上,Johnny駕車··· 喂!綁帶!綁帶! 綁帶啊!喂! 要綁了嗎? 所以,在駕車叻,就可以綁 然後啊··· Johnny的Odyssey 已經改裝過了 autopilot 可以放手的,像那個什麼Tesla那些的,你看 自動車的駕駛 所以··· Odyssey is the best,才怪 を憋輔,然後翻輪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已經是 Canada過去了 它是那個 1998,110已經是ksen路車 deceit了 所以 ,今天可以讓人公開 Bitch rally 기자 acho 1 所以這輛車就 parents in xiled 所以這輛車就放在西部了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其實我的車昨天也是壞掉了, 乾淨斷掉了 這是我連續第二天吃午餐,吃蘇格班 我吃了三天 三天 我去吃了三天 我搬上一次來西部連續三天 Sushi King連續三天,我也有份 那個肥仔也有份 跟你講,在飛機場叻 你看,前面 這麼大啊,那空地 Rift Party 欸,Stanley 西部Rift Party Stanley,你要寫信啊 我們依靠你了 4AG沒有用了 不要用 哈哈哈哈 這種大場地4AG,不會跑的 這個就是我的車後輪的 Dry shaft,二手買的 看起來 似乎都還不錯 本來去西部跳衣比賽也是有帶的 但是比賽,它正常工作 比完賽之後才爆 所以等下我就給你們看 這個還好的 跟現在我的斷了的 到底它的分別是在哪裡 這個就是斷掉的 所以已經拿出來了 剩下的水片叻,就在 那邊 這個Dry shaft叻,其實是我們這種AE86X的通病 馬力稍微大一點點叻 這個通常都很容易斷的 所以有些人叻,他們就改用大 shaft 我這個算是小 shaft 大 shaft跟小 shaft叻,其實就是分別在它的直徑的厚度 當然大 shaft叻,它的AE86就比較難找 LSD也是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用這個是小 shaft的 我又要買免費的了 其實我有後備兩支 現在用了一支了,只剩下一支 有些人就講,有比較強化的那種Dry shaft 但是叻,是超級貴的一支 還是兩支呢,就要一千多美金 那個插下去叻,不管你怎樣踢跨啥 你的這個Dry shaft都不會斷了 那現在我的已經斷了 我相信這個要半天來弄 我已經是不能夠用了 然後LSD 基本上是還隨隨的 所以我的LSD呢,安全! 沒有問題! 拆開來才能夠拿得出這個小碎片 因為這小碎片呢,它卡在這邊 把它拿出來之後,才能夠 拆那個新的Dry shaft 玩車就是這樣子咯! 我的車終於也修好了 其實這一集叻,這一個Vlog叻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一下玩票魚 到底會壞什麼? 然後其實那個Dry shaft是每次啦 我們這種AE86S的通病 就是每次Tick Class 它承受不到那個壓力的時候叻 它就會扭斷掉 當然那個東西斷了,你拆開來 整個叉速器都要拿下來 這時候你就要換上 Fully Synthetic High Point Gear Oil 這個是 Liquid Moly的 你們可以看到它下面有寫 75W-140 這個就代表說 它這個LSD油,它的濃度是多少 Dry shaft 插回去的時候叻 順便換上LSD的油 OK,喜歡這個非常簡單的Vlog的話 請點個贊,還有分享 這樣子的話,我才有更多的預算 去修我的紅豬 接下來就是要比Time Attack了 好,今年還算是蠻多比賽的 希望順順利利 我是許惟生 我們下一集見!